近日,加州执法机构和零售业代表共同一致支持AB1772法案 该立法旨在对反复进行商店盗窃的犯罪者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若某人第三次被定罪盗窃,则将面临一至三年的监禁刑罚 这也是对2014年通过的加州第47号提案的应对法案 将财务价值950元以下的盗窃罪行定义为轻罪 提出AB1772法案的州议员拉莫斯指出 在疫情期间,加州的商店盗窃、砸墙等犯罪行为均有上升趋势 这不仅对零售商造成了经济损失 还威胁到了顾客和员工的安全 相信此法案将修正第47号提案中将某些盗窃行为定性为轻罪的问题 此外,AB1772法案与加州自1990年代以来实施的更严格的三阵政策有所相似 对于重复犯罪者实施严厉惩罚 然而,根据2022年加州政策实验室的研究 三阵法规与暴力犯罪的减少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再次取消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数据显示,该公司已从3月份的定期航班列表中取消了161次航班 占比68%包括从纽约、旧金山、洛杉矶、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 飞往北京、上海和成都的航班 只有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至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往返航班 以及旧金山国际机场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每日航班未受影响 去年美联航在添加航班规划后 已多次延后了飞往中国定期航线的重启计划 去年10月最初规划有122个往返中国的航班 但这一数字随后大幅削减至62个 导致可用座位数量减少15718个 专家分析疫情给全球航空业带来巨大冲击 导致机队停飞和大规模裁员 尽管航空业的大部分业务已在复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中美市场仍处于疫情的阴影之中 欧盟委员会计划1月24日公布对外国投资进行严格审查的方案 加强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出口和技术外流的协调控制 以确保欧盟的经济安全 欧盟的这个执行机构提出一项涉及广泛的战略文件 和修改外国投资审查相关法律的草案 修法草案将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 并根据这些投资是否对欧盟构成安全风险而采取相应措施 包括予以阻止 路透社说 根据其看到的文件文本 投资审查将扩大到在欧盟所有国家的外国投资项目 包括欧盟内部的外资控股公司 彭博社说 文件显示欧盟还计划设立一支基金 加强开发军民两用技术 欧盟文件还要求采取措施 防止敏感技术泄露给那些受到关注的国家